盘点将夜世界中书院后山的五位超级神兽 世间有四大不可知之地 世人只知大唐有书院 书院后山有夫子和夫子的十三名清传弟子 却很少有人知道书院后山还养着五只神兽 与世间其他动物不同 这五只超级神兽不仅有自己的主观意识 并且自身能力强大 同时辈分还相当高 有些甚至是书院弟子们看到他们都要行礼 这当中要数小师叔的黑驴混得最好 今天我们就来盘点一下书院后山的五只超级神兽 第五名 唐小唐的小白狼皮皮 唐小唐有一只浑身上下雪白的小白狼 后来他给这只小白狼取名叫皮皮 这让在场的宁缺差点绷不住了 后来唐小唐败入书院三师姐于连门下 小白狼自然也就跟着进了书院后山 因为小白狼的性子跟唐小唐一样勇敢耿直不服输 又因为他的年龄最小 入书院后山的时间最短 能力也是众神兽中最小 因此常常遭到其他神兽的欺负 尤其是宁缺的大黑马 第四名 宁缺的大黑马 宁缺的大黑马就和自己的主人性子一样 既自私又无耻 还是一个赖皮 不过偶尔也有勇敢无畏讲义气的时候 宁缺败入书院夫子门下 大黑马自然也上了书院后山 成为书院众多神兽中的一员 不过因为宁缺入书院时间比较晚的关系 大黑马最开始也是后山神兽食物链中的最底层的存在 经常遭到其他神兽们的欺负 直到他任了小师叔的黑驴座大哥 这一情况才略有好转 在唐小唐的小白狼入书院时 宁缺的大黑马才终于不用垫底 第三名 君墨的大白鹅世人皆知 二师兄君墨是一个非常骄傲的一个人 所以他养了一只大白鹅 君墨的大白鹅跟君墨一样骄傲 当初宁缺的大黑马和唐小唐的小白狼 在刚入后山时都饱受他的欺凌 第二名 柯浩然的黑驴小师叔虽然已经过世 但是他的黑驴始终健在 柯浩然遭天猪儿死后 黑驴除了会待在书院后山 还经常去世间玩耍 愿灭西陵之战 当时唐国与金战王廷打得火热 唐军因为没有马匹节节败退 就在两军决战的前一日 无数头野马来到唐军营地 其中有八匹人间罕见的神郡野马 托着一座破年 那破年里坐着的正是小师叔的黑驴 黑驴闭腻着原野间的所有马 如同草原间所有野马中的君王 这幅画面直接把所有人看傻了 说一句黑驴成精了也不为过 黑驴的性子跟小师叔柯浩然非常像 一样的性格乖张卓尔不群 但是到了关键时刻又非常的靠谱 他是宁缺大黑马的大哥 同时他还非常热衷于吃热海之盼的牡丹鱼 第一名 夫子的老黄牛 公认书院后山众多神兽的老大 地位无可撼动 夫子每次出游都会带着李漫漫和老黄牛 大师兄每次见到老黄牛 都是毕恭毕敬行礼 书院弟子们也不例外 按照原文描写来看 老黄牛早已通了人性 举世伐唐 西邻长教熊出墨来到书院后山 当时正是老黄牛组织书院后山的神兽们 向熊出墨发起进攻 可惜最后落败 但因为夫子的地位 老黄牛是后山神兽中 毫无疑问的食物链中的最顶层